來我們看一下二十五頁這個 這個呢 因為我們要創作 來老師 你覺得你的是左邊的 你的能力是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這應該很清楚嘛 所以現在有AI幫忙之後 方便很多 其實我們去年 我用的是左邊這個服務 那去年比較麻煩 是你要把整個圖畫完 然後把提示紙告訴他 按下送出 他才會幫你做 今年因為整個AI的運算能力提升了 所以呢 你即時的畫下去他馬上就生存出來 那 這一個我擔心今天可能 不見得能夠用 因為最近他流量太大 我確認一下 真的不行 老師先幫我點看看好了 就點這裡 這個超點節我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你只要點到他 這邊就可以 有沒有 如果你點進來 你發現 右下角有一個那個跳出來的 那就表示他那個服務 今天應該是不行 有沒有 有跳出這個 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左手邊的 對不對 左手邊長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畫的 然後他右手邊就會生出來 不用登錄 這都不用登錄 對對對 但是因為現在不能用嘛 所以等一下我會找另外一個服務給大家用 但是你可以先看 那最誇張的是下面這個 好你看到 這個是一個小朋友 那你知道他怎麼畫嗎 就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兩個圈圈 就可以畫出這個了 因為 我們除了可以用提示紙以外 就是 繪圖以外 你也可以搭配下面的提示紙 那原理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不能用沒關係 我們來看 第二個好不好 有沒有 叫Clear 第二個 其實Dionado也有 Dionado更完整 只是那個要註冊 Clear AI 不用註冊就可以用 好你可以從第二個打開 我們進到這邊來 老師有沒有進到這個界面來 有的齁 可以接受是英文的界面嗎 小朋友怎麼辦 小朋友你這樣用這個會不會瘋了 所以老師你要用這個之前 我先給你一個 26頁的 麻煩老師幫我先找到26頁 因為這個大人也好 或小朋友也好 有時候他要這樣用 直接用英文的有點困難 你說直接用過國翻譯行不行 好像可以 但是因為 過國翻譯之後 是不是整個網頁就變中文 反正有時候有問題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中英一起呈現 來我給老師看一下 你看這裡 我如果按下去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比較可以接受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沒有這樣都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用 有齁 那你願意裝的嗎 呵呵呵 來26頁這裡 就是 你這樣 有一個網址 這是一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好 不管老師你用Google Chrome Firefox 還是 那個 Safari 都有 點開之後呢 好 點開就到他的官方網站 那您就看您用的瀏覽器是哪一家的 直接把它點下去 直接把它點下去 就會帶你到它相關的 那 因為我已經裝起來了 你就在這邊按 加入到Chrome裡面 好 那接著呢 它會有這個 來 如果你加進去之後 它會要你三個步驟 第一個先設定你的母語 好 看是哪一個 就是按這邊 加入到Chrome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 它還會要求你 把它的擴充工具 釘選 釘選 釘選上去 那怎麼釘選 就是按上面這顆 因為我們擴充工具裝完之後 它不會出現在這邊 它要求你把它做一個釘選 就這個圖釘按一下 像這樣 你看我沒有 是不是收起來 按一下 有沒有釘在外面 這樣了解嗎 好 那經過這兩個步驟之後 恭喜你 它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成功了 你就可以按繼續 所以 我剛剛一來 就先把這個畫面揣一下 就是 你剛剛看到的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兩個步驟完成了 它會有一個 OK的 那其實它除了 出現在上面這裡以外 還會出現在一個地方 在哪裡 在這裡 在網頁的右手邊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在網頁右手邊 看有沒有擋到 在這裡 會多一顆 有看到嗎 就在右手邊的地方 會多了一顆 會多了一顆 你剛剛打開我們這個 這個網頁之後 這個英文的網頁 你只要在右手邊這裡 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變成中醫同步出現 你這樣老師有成功了嗎 有沒有 電商老師的有沒有 也都有成功了 其實我們在用AI工具的時候 因為很多都是英文的服務 那透過這個方式 有中英 直接做 其實 會比較好 比直接 全部用Google翻譯成中文 來得容易理解 那這個外掛呢 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那個 YouTube的影片 如果它是英文的字幕 它會直接變成中英兩個字 這樣OK嗎 有沒有成功 至少這樣大家在看的時候 會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好囉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我就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我們來看看 剛剛這個 KREA 那KREA 那個呢 其實 它是我在 因為我在領東 我們是那個 視覺傳達 老師應該知道 像這種 視覺設計 還有像比如說 比如說 數位媒體設計 都是AI海嘯第一排 為什麼 文案 AI比較厲害嗎 深層圖片 深層圖片 剛剛老師有體驗過的 有沒有比我們用手畫快 對不對 深層影片現在AI也會了 深層音樂 AI也會 所以 馬上就會面臨到 到底是不是選錯行 哈哈哈哈 但是 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就會跟同學分享這個 因為 KREA AI的話 其實它的功能其實很多 那 即時深層圖片 是其中一個選項 也就是說你可以控制的東西 會比較多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你看這裡面 它的功能 現在有 第一個 即時的 深層圖片 第二個 可以增強的 也就是說 可以把 AI的圖片 深層圖片放大之外 還可以增強它的細節 第三個 它也可以生成影片 那你再往下走 它還有 這邊 還有小程式可以用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 只要用第一個就好了 所以麻煩老師 你幫我點這裡囉 點這邊進來 好 進來了 這樣有沒有都找到 找到 好 你看 兩顆有沒有 再加上背景 那你有這個 拿走 有沒有 上面就變了 你動一下 有沒有 馬上就變了 那 說真的 如果你 不喜歡 看到這個畫面的話 你還是 註冊裡的帳號 就比較不會看到這個畫面 用Google就好了 我們剛剛最難也已經過關了 哈哈 你從右上角這裡 你用Google帳號 直接登錄就好了 免費的 免費的 免費的就可以了 比較不會那麼快看到剛剛那個畫面 所以我這邊先登錄一下 OK OK 好 你看 你就可以像這樣 動一下 右手邊 馬上就變 這就是即時的 好 那 你要生成的圖片的類型 你 它也有分 這 二 四 五種 浴色是Bottle HD 是付費的 所以就不用看 我們就看下面 有沒有 概念圖 然後呢 CGI的 還是你要Kartoon的 有沒有 馬上發現那個風格就變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調整 好自己調整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 借助一下 我剛剛在簡報二十五頁 這裡呢 有一個提示詞 有看到嗎 我們剛剛說那個最誇張那個 它就兩張 兩個圓圈圈就等下 深層啊 那我們來 借用它的提示詞 你在這邊用 在這裡 在簡報二十五頁 簡報的二十五頁 你可以找到這邊 好 你可以把這個提示詞把它複製起來 好 你看我把它複製起來喔 從這邊到這裡 好 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把它拿到這邊 我們CLEAR的提示詞 在下面這裡 你看有沒有這樣就生成了 好 你是照片的 那就生成這樣 概念圖的 成成這樣 CGI的 成成這樣 其實因為這裡已經 它已經指定了 已經指定是卡頓的 所以我不管怎麼切都是這個風格 這樣老實的有成功嗎 有齁 欸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看 它的頭髮為什麼是紫色的 因為受到這一顆的影響 如果你要它變藍色的呢 點到它 自己來改一下顏色 你看 變這個 有沒有變的 所以不只是形狀會影響 顏色會影響 你要它過來一點 它就過來一點 這樣有感覺了吧 請問一定要用圓的跟方的嗎 當然沒有啊 你如果想要讓它舉手 你看我們在這裡 左手邊 這裡 這裡是顏色 選曲 對不對 你往下走 這個是筆刷 有沒有 你也可以用圖 喔 所以我點到它 好 你看 我們應該先說明一下這個 提示史是什麼意思 你看 一個學校的男生 有長頭髮 Smile 對不對 然後是3D的 這裡 而且是卡通的 風格 其實在這裡 你可以用中文 但是中文的準確度比較差 所以在這邊 我還是比較建議大家用英文的 那這個剛好就可以 比如說 你如果要 男生可不可以變女生 可以嗎 所以像這個英文單字就很好玩 你看 直接變女生 長髮可不可以變短髮 可以啊 A H-H-H-O-R-T 這樣有沒有直接變短髮 對不對 當作 英文練習 好 那今天如果要它舉手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拿這支筆來畫 所以你看我 我現在按這支筆 哦 畫一下 幫我們舉手 哇 它怎麼比那個 不雅之勢 哈哈哈哈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有了 那 這個 如果你要擦掉 這裡也有橡皮擦 一樣可以擦掉 如果你覺得不OK 你可以把它擦掉擦掉 這裡有橡皮擦可以擦 有沒有手要放下來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這樣就可以控制它了 那背景顏色 背景也會影響到喔 現在是不是一個森林的樣子 但是它過去之後 它不知道把你弄什麼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變背景顏色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 好 那這裡面你可以設單一個顏色 也可以給它一些照片 或者是材質 還是比較插畫式的 這個都有 好 如果你覺得我就是 只要 人就好了 比如說我把背景就是變白色的 有沒有變比較單純一點 我跟你講 這種小朋友就很厲害 他們很會畫這種東西 那現在呢 你看一樣的喔 我就來這邊 畫一下 畫一下 如果你要它 腳 你看腳這樣有沒有打開 對吧 頭髮 你如果要它這樣 這個它等就沒有 對不對 那因為我這邊是寫短髮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其實 我們在 創作的時候 你用像這樣 創作 你會發現說 你可以發揮空間還蠻大的 你可以看另外一個在上面這裡 就是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AI的強度 在最上方 有一個叫AI的強度 你可以知道 越往右邊 AI發揮的越多 越往左邊 你應該知道 有恢復到你的程度了嗎 呵呵呵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好 你其實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看看說 AI強度不見得是最強就最好 好 你看以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比較接近我要的 對不對 反而有時候AI發揮太多 就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 這樣你了解了 那你可以一個人 可不可以兩個人 也可以啊 對不對 對 只是 如果他沒有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提示時這邊 去怎麼樣 去告訴他 這樣 老師有理解了嗎 也就是你可以純粹的 用這些所謂的 塗鴉的工具 我就可以去做 另外一種方式 可不可以 把圖片傳給他 我要做出跟他類似的 也可以喔 你看這裡喔 在這邊 在這裡 這邊 有沒有上傳圖片 你一樣可以用喔 好 或者試著 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我也可以直接抓螢幕的畫面 把螢幕放進來 或者是網路攝影機打開 都可以 我這邊來開一下網路攝影機好了 好 你看我這邊 好 允許 因為我現在網路攝影機沒開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抓到 他抓到 抓到另外一台 我確認一下 好 他抓不到 沒關係 就是如果你有網路攝影機 他也可以直接從網路攝影機 你就自己擺姿勢 他就做跟你一樣的 這樣也可以 好 這個算很特殊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哪一個姿勢的 我可以把它叫進來 你看喔 我們來試看到我找 網路上的圖片 我們來找 小朋友 好 就是他的 如果你想要跟他一樣的 按右鍵 把圖片 複製一下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進來 Ctrl加V 你要稍等一下下 他這邊正在上傳中 你看有沒有進來的 放到這邊 你要他多大 你可以自己決定 在這 但是你的提示是要給他 好 我先把這個 外面的先清掉 一個學校的男生 那這個 這樣有了嗎 椰康AI太強 這樣有沒有就跟他的 這個 你可以再弱一點 再弱一點 這樣有更像了吧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如果你 想不出好的提示時 拿照片來也很好啊 那好的 在右下角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樣滿意 你這邊就可以下載 可是呢 他預設的解析度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大概1024左右 如果你想要更好一點的 我們可以把它怎麼樣 可以把它 提升 你可以把它提升 那在這裡 那在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 引漢子 在這裡 來 我可能要拿旁邊一點點 底下 右手邊這樣 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下載 然後它的下方 這裡叫做引漢子 就是把這張圖片 放大 而且在把它的細節加強 來我們試看看喔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好 它開了另外一頁 點進來 來 你看這邊 預設 你看有沒有可以放到兩倍 四倍 八倍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先放到兩倍就好了 好 那我就把它 加強 那我們等一下來比一比看喔 看看它這樣子 有沒有變得 比較 細節比較多一點 當然其實 它這邊還有細項 也就是說 它這樣放大之後啊 事實上 它的那個AI的強度 也都可以做調整 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你看 左手邊是使用前 有沒有比較模糊 使用後 有沒有細節加強 但是不會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 它還是有AI強度的一個可以調整 所以 當它加強了之後 事實上有一點點改變 這樣有發現嗎 只是說看你要的 這個 強度 是要強一點 你看預設值 有沒有 0.7 就是AI的強度 如果你要最接近你原來的 你就是把它挑回到0 就是你不要製作主張 幫我改 我要跟原圖一樣 你只要幫我變 比較大張就好 如果像這樣有調過去 那它就會幫你再做一些細節的調整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的 所以這個服務其實我覺得 像小朋友在做 你可以用在英語的 這個單字的學習也可以 然後用在我們創作的部分 跟AI做結合 也是很方便的一個服務 這樣大家對於career的部分OK嗎 那如果你對Leonardo有興趣的 我們這邊我有幫大家找一個 就是范科學的 他剛好也有介紹Leonardo 跟這個很類似的功能 叫realtime Canva 但是它不是Canva 是Canva Canva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叫做那個畫板 畫板 好所以其實 像這樣 這樣大概了解囉 好